在香港,不少年輕人的生活費費大 趁著年輕人都想多賺錢,儲多錢 而他們第一時間想的可能就是高儲蓄保險 不過坊間又不少對儲蓄保險有不同的看法 覺得他們是不值得高,甚至覺得是穩笨和騙人 為何他們會有這些想法? 而儲蓄保險是否真的騙人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你有沒有聽過儲蓄保險騙人? 中產選儲蓄保險好像比較好 有錢人選儲蓄保險就能賺錢 雖然有人會像兩位女士一樣這麼精明 但也有人一個不小心就中伏了 十年後才便宜保守 還有兩年要工啊 電影扯著扯著 我被人水了三十年 幸好過了頭十年 最近拿一筆錢 事X了四萬多元 執業期間 去哪裏找幫民生支援加報費? 是呀 在網上有不少保險經紀 是以零風險純儲蓄作為推銷的字眼 也有保險公司是以財務自由作為設入點 看起來好像很吸引 但其實在投保之前不看清楚 不但做不到財務自由 更加是財務不自由 為何這樣說? 讓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儲蓄保險三大特點吧 第一 流動性極低 要很久才回本 儲蓄保險並不是一份定期存款 更加不能跟隨時可以買賣的股票債券相比 它的流動性甚至比房地產更低 儲蓄保險的公款年期可以長達十年 在公款期入面 投保人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資金將會減少 又或者正如網民所說 如果陷入經濟困難或失業的時候 就可能要面臨斷工的情況 到時更加可能是血本無歸 所以在選擇購買要長期供款的保險的時候 應該確保供款額佔入息比重極低 甚至是用閒錢來供款 第二 要看保證回報 而不是預期回報 在經紀推銷保單的時候 一般集中說的會是預期回報 而不是保證回報 而預期回報 會受經濟週期和投資表現影響 並不一定能夠實現 如果只是著眼於最樂觀情景的預期回報 恐怕最終會與現實有很大的落差 亦難怪會有保險騙人的想法 而聽Live網站列舉的長期儲蓄保險為例 我們選擇目標年期長達60年 供款10年的產品 這款產品的預期回報率最高達到約38倍 但保證回報率只是1.43倍 相差20多倍 第三 IRR可能不足1% 保證回報甚至低於股票或債券 如果將保證回報除開這麼多年 年化後的內部回報率計算 這類產品的保證回報 大概就是每年2%左右 有些甚至不足1% 換言之 如果不能夠達到預期回報 這一類產品的保證回報 可能低於股票 或債甚至高息定存 總括以上三大儲蓄保險的特點 儲蓄保險屬於一份長期供款的保單 而網民認為它穩笨 只不過是因為實際回報 和期望落差大 就算保險經濟的推銷手法 幾任層出不同 最後簽名的都是你自己 所以大家在簽名之前 記得提醒它是一份怎樣的保險 亦都提醒了它的複大條款